这边刚从218要走 听到了敌人上来了 至少两三个 先把包丢掉 影响人机 今天来说点事情 今天游戏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说一件事 我今天发现一个镜子 我用了好多天了 这个镜子在实验室的美居身上 也经常爆 这两天用起来 发现意外的好用 都知道 上个版本的宠儿是PK-6 而这个版本的PK-6 是极其的拉胯 这个版本的PK-6 不仅是中间的红点变大了 而且它最恶心的 就是运动起来之后 这个中间的红点 会随之运动 而消失在镜子外 当然我这个视频 没有展示出来 我相信有很大部分玩家 尤其是老玩家 已经绝出来了 这个PK-6 现在真的是狗都不用 好吧 那么今天呢 咱就进入正题 说一下这个镜子 那么这个镜子的配方呢 我已经摆在了包里 上面这一套呢 是两个配件 加一个镜 最上面的 然后底下这个第二套 就是一个配件 加一个镜 它是一个低版的 有一个是高版的 看你们个人的喜好吧 这边先来看高版的 这是我个人 比较喜欢的搭配 就是这个样子 我感觉视野 还是可以的 最重要的是 中间它这个红点 它不会飘 而且红点特别小 像之前的PK-6一样 如果说你想让它像 更像前个档的PK-6 就让它装低版 然后就是一个垫片 加一个镜 现在有很多大多的镜子 中间的这个红点 都变得很粗 我发现变粗了之后 有个问题 就是现在点爆头 并不是太好点 尤其是远距离 但是这个镜子呢 它没有改 就是还是这个小红点 它用起来就是很舒服 好 那么怎么今天呢 这个镜子就说到这里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如果你有什么好镜子搭配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器下方告诉我 反正这个版本吧 我感觉有很多镜子大改 红点的镜子 红点变粗 全息吧 没有怎么改 但是这个版本 好像之前用红点的玩家 也都有很多改用全息了 好吧 那么咱们废话都说 进入实战 那么这局开的是一把良养院 带了一把满改的7-4M 搭配了我刚才说的高镜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高镜的 这边准备去东楼 但是好巧不巧碰到了路人 同路往良养院的 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发现了我 我也发现了他 我就丢颗雷试探一下 雷直接弹回来了 但是雷在那边爆炸了 他在草里蹲着 直接给他秒掉 其实他不动 我还发现不了他呢 你说当什么不好 当老六 看一下他的装备 是一把ADAR13级 走你也呀 真的兄弟 你要是看到了我的视频 我绝对没有舔你的枪好吧 我只是舔了你的镜子 把你的镜子拆掉 然后把枪扔掉了 你记得要感谢我 今天我们接着来到东楼 发现110竟然没有人开 先不着急开 先来清一下点 确定一下有没有老六 现在跟老七那样的滑盆建设 真的是太多了 这边的话没有人 确定好了 直接开110 打开110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偌大的屋子 只有一个凡士林 我早已经习惯了 现在这屋子刷新率 真的是太恶心人了 这边的话 搜完110 我直接从二楼上后直 后直这边呢 我没有着急上去 因为来得晚 我怕楼里还有人 听一下 听一下没有人之后 直接来到长廊 去开222 果然都是一个楼生的 222也没有让我失望 进来之后 搜到一个手术包 还有底下有一瓶豌豆 然后加一个黄针 床上有一瓶牛奶 这边有一根马飞 搜完之后 这个枪柜居然有把绿菊 挺不错 你说他穷吧 他不穷 你说他不穷吧 他还挺穷的 搜完之后 这边来218 来个218看一下红卡 果然我是没有这个命啊 两个档了 没有捡到一张红卡 这边刚从218要走 听到了敌人上来了 至少两三个 先把包丢掉 影响人机 再次 就挺散的 一瞬间全灭了 可以看到实战中这个镜子 它是不会发飘的 而且我感觉是特别好用 第一个47级 一把M4垃圾 但是子弹不错 是把855 把这个子弹全扣掉 还有一个尸体掉下去了 这边还有另一个尸体 是一把SVD 这把SVD也不错 卖商人的话 也可以卖个八九万带出去 37级 来填最后一个 掉在洞下面的这个 这个不着急填 以防他还有队友 先来庆下点 没有之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装备 它是一把VSS 不对 是VS World 是一把巨浪 这个巨浪的话 竟然没有改屁股 屁股 屁股 我身上这瓶牛奶 就可以换个屁股 商人等级够的话 把这装备全部给他收集一下 弹夹也拿走 终于收拾半天 把东西收拾完 把自己的枪埋掉 然后用这个VS World 当主枪 我刚才看了一下子弹 全是SPP 稳穿5机甲 就非常的舒服 这边直接来到隧道 撤离 这把还可以 你们也可以看得到 这个镜子在实战中 就算打起来也不会发飘 还是挺好用的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